我要重申臺灣願意跟美國及所有民族夥伴持續深化合作 共同維護區域和全球的和平穩定 再度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年第八個訪問團 眾議員身份包括科學太空科技以及國防領域等等 交流議題也包括晶圓貿易 不過同時國安局長陳明通也正接受立委質詢 談的同樣是晶圓產業議題 因為近期外媒報導若台海開戰 美方將優先撤台積電工程師 避免全球半導體產業大受威脅 立委張啟臣甚至秀出照片 指出美國早就在為半導體供應鏈未雨重矛 你的護國神山還是護國神山嗎 所以我想請教局長的是 我們還有下一個護國神山嗎 我想這個政府部門當然就積極在努力 創造新的一些產業 但是台積電這件事情 坦白講那些兵推只是用scenario 再多瞭解一下台積電 那不是他們想像那麼簡單啊 怎麼樣也無法取代台積電的地位 陳明通相信護國神山不會這麼輕易被搬走 不過共軍近期人頻繁遊走灰色地帶 影響區域和平 台灣除了透過半導體供應鏈 確保國際戰略地位 關鍵的美中關係何時區見何緩 他現在二十大之後還要考明年的兩會 所以整個這段時間他希望能夠維穩 尤其不只見了拜登 他希望德國的總理 法國總統也能夠再欣賞他 十六號準備登場的中共二十大 也是習近平確立主席地位的關鍵 陳明通表示重要的還是世界各國領袖 肯不肯認習近平國家主席的合法地位 尤其二十大後中共還有兩大會 美國十一月也有總統其中選舉 甚至G20峰會上拜習還有可能會碰面 台海局勢的發展恐怕還要持續觀察到那個時候 有次新聞 阿拉斯徐家榮立法院台北市採訪報導